本节目由新雷克萨斯LS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腾讯会议行业赞助播出 你说得很对啊 就是我们一部分很相似 对 一部分又非常之不相似 对对 就黑夜里面的眼睛闭上去以后的 是就是两个世界 我觉得我好像在拒绝黑夜那个部分 你不要啊 但这个都也会改变吗 你需要改变吗 那时候最忌讳的是不是读鲁迅呢 不是 是本人 鲁迅还不算熟 你们偷偷怎么找这些书看呢 图书馆有个地下室 锁起来 可是窗子是不锁的 是盗取知识那种过程 对 真的是盗火 我最早看他 知道他是因为在岛屿写作 他让白鲜勇啊 当我们会缩到自己的小世界的时候 一个拥有很多世界的人 更富有魅力 你看那些鸽子 我们在午后北京讲午夜巴黎 所有的鬼都回来 对那些鬼 我们俩在有点很像 我们都是希望成为游荡人 当一个人游走很多 就是有很多面向 有很多大陆岛屿的时候 你的用力经常是分散的 但可能到了一个年纪 可能真正的力量都发生了 他会在一个时刻回来 所以你觉得你的游荡也一定会 通向某种力量吗 有的人可能就没有 有的人有 不一定 那产生质变的关键是什么 我就可以问他下次 我觉得得下次问他 我走过那么长 我知道这个世界 其实走向一种更不确定 所有的这种1789年的那时候 整个的大理想齐蒙的这些东西 其实一直烟消云散嘛 嗯 那就是马克斯在讲的这样 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 嗯对 就基本上就是 所以就黑夜里面的 眼睛闭上去以后的是 其实对于我们是蛮需要 我说整个这种 背着这么大的壳的这种 孤牛来讲是蛮需要的 嗯 其实你也不需要去想 其实就像刚才在渡口你在讲的 就是说 当我看到世界变得越来封闭的时候 变得突然的充满了防卫心 我们是孤独的狂欢 所以创造亲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身体上那种亲密感 包括知识上的亲密感 对一个社会的运转 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我们这个武器就是得 这种 放到今天 最好的 我只能继续 感应到 如果有什么 可能我们在那边 你会找到了 而且 在那边 那边 我 com 若有兼容之道 才能构筑意义之王 大胆想象 在任何时刻 你都可以随时起舞 我们能够做什么 我们应该做什么 我们能希望什么 今夜狂奋汉大城 为家哀嚼不堪听 请免伴日寒冷静 灯火深宿夜有情 尤其是孙杰老师上台 和剧场经导演 作为一个深度的对谈 怎么开始 您很熟 所以应该是有年代的 好 我比较感触啊 因为我还没从那个情绪里完全摆脱出来 然后 其实我们这代人 我以为下一代可能更是 其实我们是个蛮轻浮的两代人 整个的时代基本是轻飘飘的 会回避掉很多真正的人生选择 因为你从未面对过真正的人生选择 日本人到来的时候怎么办 194840年的时候怎么办 1970年代的时候 中国重新开放的时候怎么办 它又中间有无穷多的不确定的选择 怎么应对它 可能从这一年开始 我觉得那种时代之沉重会重新回来 当这种时代之沉重重新回来的时候 我想问您 怎么去获得在现实的环境之中 获得超越性的问题 我是体系想要揍我的 因为我不上课 然后头发这么长 你能想象吗 然后一年四季凉鞋 就穿你爱穿的Blue Jean 然后背着香气晃来晃去 然后还有一绝 我有一个包包 是那种菜市场在收账的 然后我自己画的雀 我画的雀 我画的雀 他画的雀 他们不知道雀 我就把那时候雀的雀 我把它画在包包上 我这样晃了三年 没有人知道 开心了很啊 一个急于表现各种姿态的年轻人 可是天气就要揍我 对 然后就跟我另外一个好朋友 我们班上就两个最坏了 两个人都坏透了 我们考的时候 我们两个会比看谁最先焦俊 我们都把笔写得很大声 然后旁边那些很乖的小孩子 那想我要怎么回答 我怎么 我们两个的时候 我们有六十分七十分 过了就好 结果我这个同学 像美国安赫斯的 川普系列系主任 两个最坏的人 就两个后来都来走学术路 我们都坐到最后面 然后就要离门口最近 那老师一转身写黑板的时候 你先走再接着 老师再转一次 我下一个一起出去 然后就到学校里面聊天 然后我们都是比看谁 爬的窗子多 然后借的书多 学校那个时候有三个借书最多 其中一个被抓了 因为他要去搞爆破 是怎么回事呢 他要反抗 反抗当时的体制 反正 这种事就不要细说了 也是他当成台湾 蛮有名的一个案子 那种 那种时代氛围 那种沉闷和压抑那部分 是什么感觉 不沉闷 其实没有什么感觉 对我们来讲 环岛是一种 就我讲的 规矩越多 自由越多 但你想 如果你当时没去巴黎 你会什么样的生意 不可能 我要去巴黎 不知道 大学毕业在想去 我高三就决定了 为什么呢 我们台湾长大小 一定会都会参加救火团 那因为救火团办的这些旅游活动 是台湾唯一能够的 可以让你去爬高三 因为那时候都是 我高三的时候都参加了 所以我就可以 那一次有幸就爬到大雪山 有时以来第一次看到雪 然后看到黑森林这样整个这样 三千公尺 就等于这个核 这个视野一下被打开了感觉 对对吧 而且我们是一个热带 雅热带的 当你接触到雪 积雪 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想象说 那在一个大陆 或一个大的这种国度里面 这个白雪峰灰大概会怎么样 它很多样 很多样 对啊 对啊 而且巴黎真的会有另外一种 除了生活上什么剧场啊 电影啊 食物啊 思想本身就是一些 真的是重重的这种美景在那里展开 真的是一种幸福 而且你会整天好像就是在一种抗训状态 嗯 因为你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刻你都有新鲜 那就是思想上的九池肉林啊 真的可以想象 而且那时候是好奇心最旺盛的时候那种 而且是来自世界各国的 各种的那种最激进的 对 对 就是最想去开创一些的这样 其实就是你 你讲了多少没错 其实在一种思想空虚之下 忽然之间就觉得 我在这个有限的时间之内 我几乎就是要抛头抛脑的 非常贪婪 绝对暴死 所以我等于全心全力 其实就是 就在这一条搞思想 追求学问真理的这个路上走这样 对 对你是把你自己抛进去了 扔进去了 不只抛进去 我就是把我自己重新像那个诺诈一样 嗯 把我自己重新拆解掉 嗯 把我自己真的血肉骨头全拆了 嗯 然后晚上再掉眼泪 再慢慢的一块一块的接回去 然后再拿一个针线慢慢缝慢慢缝 科学怪人 嗯 我自己是同时制造科学怪人的 科学家也是科学怪人 您说感觉 对比挺像我们刚进北大的时候 回一起蔡玉佩时代的北大 嗯 那个样子的 嗯 因为那些有名的大师的课都 就像蔡市场一样 这样 你上过服科的课吗 我当然没有 嗯 挤都挤不进去 你哪里有可能啊 可是 我在 我后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在街上或路上 嗯 其实我们基本上都会看到这一大师 嗯 那即使在路上碰到他擦身耳膜 我也不会很冒密的说 哎 你要不要停下来 嗯 我是在巴黎的时候身上一定有相机 可是我从来不敢逃出来 就有一种很奇怪 我觉得我不要成 我不要成为观光客 嗯 嗯 那样子 包括我对老师妹子我都不敢拍了 嗯 可是另外一个我在巴黎念书的朋友 就很得意说 你看看我跟何龙霸通信 你看看他给我回信 然后通信了两三封 他就把他当为人生自保 那说真的我心里是嗤之以鼻 也挺可爱的 你 真的那十年内是这样 嗯 而且 讲说掉眼泪真的不是假的 因为我怎么可能读得懂德西达呢 嗯 怎么读得懂手续的符号学呢 嗯 头五年是真的在那里 整天在那里就是撞山壁 嗯 然后慢慢的终于找到一条小路 但是还是一样啊 一天也都是花了十几个小时 上课不讲 就是你回到家里 你还是要不停地坑 不停地坑这样 嗯 可是投进去当然有个先进的条件 第一个无视条件 家里可以支持我 第二个 我的精神状态可以支持我 对 嗯 所以你也没上来过这里 没有 第一次上来过 哇真的好漂亮 那个上吊的地方 我知道就是那个 崇祯 景山 那也是景山 那那边呢 那边西山 香山也那边嘛 对 所以前变一名的那个就在那里嘛 那个旅馆 香山饭店 香山饭店 就在那里嘛 还在吗 在 房间是国贸 哦那一栋楼是吧 嗯 嗯 去八月的时候 台湾 变得很遥远了 一下子 你在八月一段时间 也正好是 台湾风起云涌的时候 基本上那时候还是有所谓的 嗯 台湾在那代表 在那里他们办那个所谓的 台湾同学会 嗯 每个月都有活动 嗯 那基本上我是拒绝参加 我就是一个孤狼的一个 这样 我觉得我来 我是要学东西的 我不是又在那里抱团聚软 这样子 没什么意义 十九了以后 他们就开始对你会 就会注意了 嗯 所以当美丽岛事件爆发的时候 就会有些人用一种很辗转的方式 告诉你有这件事 然后就试探你 嗯 你的看法如何呢 嗯 那样子 类似像这样子 嗯 那我心里我当时就放下 我就不那个这样 几天以后 这些人都当官了 走这路上也不会认识你了 嗯 我我都还是觉得就是一个 HANA RAND的一个原则 嗯 要有批判精神 嗯 你要有engagement 要有介入 这是什么样介入 嗯 等等 这个是一种所谓的 生命中不可承受的 重还是轻 嗯 其实我回台湾这几十年来 一直到我退休 其实基本是有修路跟修炼的过程 嗯 蛮好玩的 嗯 因为他们一直质疑 英美那时候回来对华国这些 他们都很负疑 对而且他们是主流嘛 嗯 主流之外他们都质疑就是 嗯 因为他们不懂华国 他完全真的看不懂 至少混合怎么看 等一等嘛 不可能嘛 胡说八道嘛 对 那条道路吸引你吗 嗯 比较明确的一条道路 我不晓得 其实我真的不敢讲 因为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嘛 每一个人的choice嘛 嗯 每一个人的choice 那样子 因为这两种模式是一直是 是等于说 既相似 有相似又又比较冲突的 一种被主流的声音所吸引 沉浸他们其中 另一种是 或许也不用听这么多不同的声音 找到自己的内在的声音 对对对 对 往前走 就说每一个人要成就自己 其实都是宇宙的精灵嘛 嗯 那种思想宇宙里面呢 寻求各自的那种 可去殖民 可以到那里去航行的这样子 所以每一个人都在建立自己的 寻找自己的星座啊 那样子啊 我现在已经快七十岁了 可是我还是非常疯狂的在国内在这个路演这样子做这种事 我也不曉得我到底哪根筋不对这样子 但是总是有一种 现在做这件事把它完成这样 同样的 当你对你的创作 对你的作品 对你即将要弄的 其实也就同样了 就是持续不断的 很长久 南京真的很奇特 我以前这次感觉还更强烈 真的是一个非常有层次和那种魅力的那种 这种感伤 我好像一下火车我就感觉到 那边是那个码头是吧 到那个是扑口码头 那个是最悲伤的 被屠杀的一趟胡同的 而且这铁路 对 这是历史的交叉 你看我们正好在这废墟之上 对啊 历史的废墟之上 这种空间对您的影响是不是很大 空间呢非常大 非常大 因为我们很难去捕捉这种时间的这种流转 可是你空间来讲基本上 事实上可以寒龙这些流转的这种 看不到的时间 好 我们去喝杯咖啡 可以啊 这样 还蛮舒服的 对 你在巴黎你也住了一段时间嘛 你也知道在巴黎飘散的就是 烟味嘛 高鲁烟嘛 高鲁烟嘛 高鲁烟很重的烟味 还有女人的香水 还有食物的那些味道等等 摇分那很迷人耶 我大概到了第三年第四年的时候 我必须把我嗅觉上做了一些区别 不敢看不敢想不敢闻不敢嗅 所以我花大部分的时间就在 书啦 电影啦 展览啦 展览啦 歌剧啦 音乐啦 我用那个东西来 我知道那一种很变态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是蛮变态的 可是如果不那样的话 我就会沉溺在那里面这样 我这家人练我自己蛮私人的 我自己母亲去的时候大概戴拳 到巴黎就说你买个车吧 我说我不能买 他就问说你为什么不买 我当然不能跟他名讲说 买了我就回不了家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 很多来巴黎的日本人 他们很喜欢去坐那个欧雅列车 然后特别就是说 从日本辗转到海参威 然后做穿越西伯利亚的铁路 再一路到巴黎 然后他们觉得他们这一趟是一种 所谓的成长之力里面的 一定要经历的 他们要真正的彻底体会 什么叫做 就是International 中文怎么翻译 International 对 其实我们那段时间 我那个时候 其实不只是后六八 其实还蛮多的这种巴结 或拉丁美洲的这种解放神学 现在很多里面 那当时这种危险的诱惑 对你大吗 其实我很清楚 我叫了马来生 我可能欧洲大陆 我会很夸 可能会一路开到莫斯科 就是绝对的 我在巴黎的时候 事实上是被盯的 当年盯的人就叫我 就念完了 你不要回家 反正就是会有麻烦 就这样 就那天在杭州的时候 就碰到 有一个朋友说 有一个你当年巴黎的好朋友 然后他把名字讲出来 然后我当场就是三字经问候 这样子 我说怎么噩梦又回来了 这到底什么意思 对您来说呢 就这种 因为我就觉得我们俩 有些部分是很相通的嘛 嗯 那您比如说您看 这些历史上的人物 谁跟您觉得 您跟他很契合的感觉 你真的问到我了 我一直想不出来 这样子 因为有的又太野 你说像阮吉 他们那些作品学生 那又太野 太野 太不顾后果 然后我们也不会自怜自爱 像潮池或杜甫这样的人 这样也不是 但我们又不是老坚俱华的白居 对不对 所以我不太愿意 在一条固定的路径上 这样子 好像我还没有想到 一个真正对应的 没有找到一个真正对应的 觉得孤立的时候怎么办 嗯 觉得孤立的时候 我想知道 我在巴黎那十年 跟那段时期 其实我二十四岁到三十四岁 其实不管是知识的启蒙 人格的定型 或对世界认知 这种世界认知 不是只有建立在这种 所谓知识层面 或哲学思想层面 更多的更多的是自己去 在一种异国环境 以用自己作为一种 他者的那种角度之下 然后去形塑自己 作为一种人的这种成长 那这其实都烙印在我身上 嗯 可是我回台湾 我这一部分 变成要用保险箱锁上来 这样子 当然多少有一些是 当然因为实战的恐惧吧 这样子 但我觉得 我一直觉得一定 某些东西还在 嗯 我用一种很粗浅的比喻吧 就是生命的一种盔甲 或一种躯壳 嗯 那这份躯壳其实 抗拒了某一些外在的一些 不管是逆流还是顺流等等 顺流它不会去被卷入一种诱惑 去寻求一种所谓的名利名望 逆流即使在遇到这种大的变动的时候 可以有某一种力量支撑 那十年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 很重要的一种历史阶段 我想就跟季仙林他们到德国 柏林这样所有那些 或前宗书那所有他们这一辈人 或陈云圈一样的 嗯 他们不会像亡国人那样 就会为了作为一种移民的这种殉亲 嗯 我不知道Diaspora国内怎么翻译 可能是花果飘零或黎善 黎善 这种黎善的这种经验这样 错误 对于那一生就是非常重要的 对这样子 您在拍这岛屿写作的时候 他们这群人 他们的 一样就整个文学圈子你在讲 嗯 其实他们也都是一样的 对 他们就被时代的一阵狂风被吹到台湾来 对很重要的 在一个50年代的时候 那种非常高压的这样 不能谈论的任何的处局到的时候 他们不得不然要去接受的一块 就是说大洋中充满怒韬儿里面的战士的 暴风雨里面的嘛 他们被丢在那里 然后整天在提到魔法师来拯救他们这样 但是他们叫做是不可能的 语言 书写 延续整个所有的这种传统 就变成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寄生之所 这样子 像 那现代师啦余光中他们当然晚一辈了 可是像李济啦 傅师年这些人的这样子 或甚至像台老 台静龙先生 整天就只能交 他们最常交的就是 登楼户 王燦的登楼户 师徒姓美灰我乡这样 一天到晚就这样 那又把他当年跟着鲁迅周围 那一点点的很微妙的 一点左翼的这种精神呢 透过很曲折很曲折的方式 在古典文学里面这样 一个说真的讲很 只能讲着令人敬佩 他可以一个肩膀扛下台大中文系的这个大传统 不被毁掉 然后可以把年轻一代的这样带进来 可到最后他们会把这个地理疆域的 自然的这个岛屿 化成文学的岛屿 当然这种离善的这种经验 乱离 放逐 好像都一直是 无法创作非常重要的 曹子作为一个王子 遭到这种流放 杜甫的这个 也是这样由圣堂之后 整个玄宗的所有最繁盛的 后来就一路这样飘到四川 Ulysses 特罗伊战争 结束之后它想回家 结果花了十年最后才回家 然后这个返乡之旅 也奠定了这种西方几千年的文学里程这样子 所以之后才有Joyce Ulysses 当然现代文学里面处理的其实不是单一时空 也不是就是固定几个时空里面的很固定的这种 路径途径的转移 我想这也可能是你对西营里会喜欢去香港 东京坐当当车 从中环很快就到更下沉的老香港 突然之间会掉入一个我们跟他讲的 时空错乱 时空错乱之间的 造成了一种迷离 失落 要去寻找定位 但是我们知道不可能定位 然后又偏偏想要去定位 可是知道每次要去寻找 其实就是另外一次的失落跟迷离 你一直在这种里面打窜 不是 我有在想问一下 也想问你 我是不是这是一种非常显著的一种浅薄的象征 我不觉得你是一个不安逸逸逝的 很多的作家 电影人 画家 他们是以觉得定位安居于这个地方 从这里来举取文化创作的源头 你好像对这些来讲 你觉得这些只是你的玩具 所以我就怀疑我是不是清活 就是你不断的去改变时空 它也是一种重复嘛 可能是一种重复的 最后面很多 对我来说 我不知道对您是什么感觉 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程度是被厌倦所驱动的 特别容易厌倦 它可能是不是对深度的一种逃离 我经常我也会对自己陷入而言 刚刚听你讲的蛮那个的 蛮好玩的 因为这也是 就变成一种新的猎奇 不断的在猎奇 没有 其实我真的对你这种不安于事 以及跟国内的其他的那一种 他们会觉得植根在这个土地上 是一个觉得这种必要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你是去玩火 我还没烧 没有 当然你不会把手放在 停在那上面 你最多是碰到了 会烫一下 你的手就伸回来 我这种比喻我不知道 是 可是很好玩 你知道每次被烫到会痛 可是你还是要伸手去摸 对 你知道那种尺度 就是不要烫得太痛 被烫也是一种 不断的确认自我的敏感性的方法 更多的一种学习 在某一种程度上 我不知道 你说得很准确 因为我觉得就是 你跟我一样 就是一直不断的移动的人 然后都是不安于事的 一直喜欢越界 就是你不越界好像就有点不自在 对 现在这整个网络数位来讲 大家是很安于这种所谓的 surface 表面跟skin deep 很多人会用那种东西 当作一种外表的行为 可是我觉得我们 我们两个里面有一种共通性 并不是要去追求另外一种表面 对 可是就在这个 由于这种不确定里面 造成自己个人的一种解体 不断的解体 这个东西会困扰您吗 我其实比较长找的出口 我非常熟悉这种精神分析 所以我会不断的透过自我分析 自我剖析 不是哲学师的思考 其实每天都有量像一个外科手术师 每天都拿手术刀把自己划开划开这样 甚至把器官掏出来 不断的把自己打扇再重新缝起来 对啊 就重新缝补 重新的这样 我们打开里面 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嘛 臭皮囊嘛 可是我们没有这些肮脏的 其实真的很不堪 我里面处理的其实是一个 就是一个汇水回收场嘛 嗯 对 可是我们要靠这些汇水回收场 来维持 对 来维持清洁 能维持我们生命的一种持续这样子 是不是您的这种 对于本身的浓度的渴望也特别强 密度跟浓度 但是会不会觉得 你没有那种文化可能在不断衰落的那种感觉 我不会 消失的必要 我甚至用这样来行动 消失的必要 到了夫人 我们从边上走走 还是到了 对 进不去 不能进去了 对 您作为台湾辅大毕业的人 到第一次来这什么时候 叶先生 为了叶先生 叶先生 四年了 回到我的母校 嗯 他们现在好像新的校区 在铁狐 铁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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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好像是北师大车 现在改成北师大车 那咱们就再走走吧 这里好像也没发 好像被关在门口 对 这贝勒府改成十三中了 对 你看一眼 很漂亮 很漂亮 陈老师 真的 很好看的中学 很漂亮 你看我们这个整个过程 都是在门封里看 现在在门封里看 看往日 就门都锁得进去 对 叶先生呢就是 娓娓赞赞的一个人 在厨房 然后那整个画面是暗暗的 然后他一个人这样 咕咕当店家来吃饭 然后电视正在播放 讲那时候的 男孩的那些等等的 这样 然后旁白在讲他回不了家 就是说他在台湾的时候 经常做梦 梦到他们的茶園 回到茶園胡同 可是每一个门都打不开 每一个窗子都打不开 想进去都进不去 这段多好 对啊 其实会让人家掉泪 叶先生对这种 无奈是什么态度 他就做一种 比较执行 比较执行的一种方式 其实有一件事叶先生 我在访问的时候 也不敢问 店里面只讲他住在大宅院 其实他们家还有很多房子 然后沦陷的时候是租给县兵 然后妈妈不在了 爸爸在大后方 他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 要去收租 骑着脚踏车去收租 就是没有在拍 没有录音的时候 我就会提到这件事 因为那人就会说 当然会怕啊 这样子啊 可是习惯的就是那种 因为家里只有他能够那种 那我说你用日文吗 那当然一天他就笑笑没有回答 他是一个正义感很强的人 可是有时候对这种巨大的像 他也就这样淡淡然的只能这样子 对啊 你说一个正义感如果很强烈的人 面对这么一个二十世纪 他应该是非常之愤怒啊 后面其实可以开展出来的课题 其实是恐惧跟残控 康德的radical evil 后面其实还有那一层 我们最喜欢的班牙明 他就是没办法逃过这个恐惧 然后他选择自己 除外格也一样 除外格也是一样 对 Paul Ceylon Primo Levi 他们虽然都是集中营的幸存者 可是他们维持罪恶感 我为什么要比其他人 survive下来 我为什么要成为幸存者 就是这种很内在很深刻的那种 罪恶感 痛苦 其实另外一种的残酷跟恐惧 到最后 保罗侧蓝他要选择在巴里跳 上那会儿 那已经战后几十年了 叶先生也是一个survive 整个这个也是二十世纪中一个重要的 也是一个幸存者 对 他这个幸存者跟侧蓝跟这个swag 这些就是他们都是二十世纪重要的 一个见证者 对对对 然后叶先生作为这样的一个见证者 和一个幸存者 你觉得是跟欧洲啊 或者跟别的国家 包括日本啊 他们他的不一样 哪里你觉得 他可以掌握诗词的语言 文字那么美 那么熟练 那么精纯的 他不要跳到现代词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为什么呢 他为什么要把语言的时间性 temporality 跟历史性定在那个时刻 那为什么要把进入现代的这个门关上 我的解释是 此时此刻的现在 是痛苦的开始 对 他其实好像是一个更安全之所 庇护所吧 对 就跟您说那个词 男人躲到一个女性角色里面 其实也有一种自由和一种救护 他就戴着一个女性的面具 或女性的躯壳 然后他就像攻克机动队里面的那一 然后就摇摇摆摆的出来这样 然后写完了那个词 唱完了那首词以后 下台以后面具拿掉 把那个躯壳就脱掉 所以这里问到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很key point的就是说 几千年以后大家就要谈 什么是经验 什么是超越 怎么样处理过往 对 这里是你第一次来这里 我也第一次 非常漂亮啊 对 这其实应该是火车的调度 这种就是拍电影的地方 这太漂亮了 那前面就是车站的广场 这可以拍电影 这边有空感觉比较像站台 这很有感觉 这有下火轿前 我就是那种啊 嗯 就从里面这样走出来 门离开 又是完备的曲终影院 对 那小朋友 太妙了吧 嗯 他正常又出现了 就是回到出演章的年代了 你长得临时演员也太多了吧 新生又来了 嗯 那结果为什么变成黑子 陌路的地方不是需要新的欢笑吗 你看这边又来了 又新再来 跳探狗 哇 还跳探狗 太过瘾了 从幼儿园到这个 挑剂舞中探狗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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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偶遇真是太动人了 你之前拍有这么多了 真的碰到您这个 好像这个戏剧自然有本 这完全电影的场面 好 铺口碼頭 我們是來找寶藏的 來找寶藏的 所以我們就做渡船 37年 那時候就在這裡這樣子 然後江上都是湖滿的那種 您坐一下嗎 可以 沒關係 我就站著 站著都可以 幫你洗的 那個還好 可以 沒差 你喝點水嗎 可以 沒問題 謝謝 六朝金粉 兵荒馬亂 這個城都幾乎一直在這種巡迴 不知道為什麼 在這裡當然最有名的寫 精靈就是愛江南 以訓寫的愛江南這樣 就猴井之亂這樣 然後描寫那種塗層那個 就會想到1937年 其實都滿那個 然後太平天谷這樣子 西安洛陽就不太一樣 西安洛陽好像每一次的 其實從唐之後被燒了 每次都燒光 好像剛剛你講的那種哀痛 它不會積累 對 可是在這個石頭塵 它就會積累 是啊 其實對這些歷史的傷痛 就是 我發現我以前經常是想 逃避 就不知道怎麼應對它 真的 您在應對這些傷痛的時候 你是怎麼更直接的進入這些 你說歷史的這種 你說歷史的這種 應該到了 走吧 好可以啊可以啊 其實您剛剛這兩次 我們見面對過觸動挺大的 其實 確實需要跳出之前那個近代的尺度 掉到一個更大的尺度裡面去 我覺得我之前太被那個近代的尺度說 沒有 因為你們沒辦法 這是你生命的基因 你是被這些基因支配 嗯 你如果能夠跳脫的話 那你簡直做器官移植啊 或血液改良啊等等的 回去先把自己解剖了 反正 我 陳老師我反正我感覺到 我這兩年的一些微妙的變化 我說不清楚呢 但我覺得它好像在一個 新的pattern在出現 我不知道是什麼 在evolution 嗯 反正碰到你好像 更確認那些東西的在變化 你知道為什麼嗎 嗯 你現在幾歲了 44 你這50是一個大門檻 包括你裡面的大腦 你裡面的一些灰質層 就是原本是火火山 然後慢慢地靜下來 變成熄火山 那這個東西會帶動你裡面的很多的 原本的深層思考的 生理的體質的 這非常好啊 嗯 像我是已經沒辦法 因為我其實已經準備要接受那個 嗯 更黑的那一部分的來臨這樣 這次就叫那個 西火山前夜的談話 所以你可不可以講清楚一下 說你感受到的那個變化 我比較想聽得這樣 可能我有點多嘴打斷了 你看那個 是因為 對我的線性的價值觀的很嚴重的 中止 我覺得我之前還是很大程度被 一種樂觀的線性的方式所驅動的 嗯 特別在講的更更進一步 強烈地意識到自己的有線性 意識到很多無奈的存在 想在無奈之中尋求新的可能性或者力量 大概是這樣 嗯 我可不可以問一種比較荒謬的 有點跳蹄的人 嗯 你會不會常做夢 對 你是不容易做夢的 對 不容易做夢的 對 為什麼呢 我為什麼不容易做夢 很簡單啊 嗯 嗯 因為 基本上 你不需要夢來保護你 嗯 夢是讓你不要瘋狂 嗯 可是你不需要夢 嗯 你不需要保護者 嗯 但這並不表示說 你是一個很強的人 你不會瘋狂 或者說你 對 我覺得我本質上是非常理性的一個人 不是非常理性 嗯 是非常虛偽 以為自己是理性的人 嗯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我很刻薄啊 對不起你包容一下 沒有沒有沒有 你再多說兩句 再多說兩句 我有等下那種 是是是是是 沒有我覺得 因為你害怕瘋狂 然後你又很希望自己瘋狂 對 我有很多假裝的瘋狂 沒有沒有沒有 你在扮演瘋狂 嗯 不是假裝是扮演 嗯 假裝跟扮演不一樣 嗯 嗯 有等下看 但這個都也不 也會會改變嗎 需要改變嗎 我不知道 其實你最清楚 你根本拒絕改變 嗯 因為你每天在流動啊 你還需要改變幹嘛 哇 你是很多個頭的人 或一個頭兩個面 或者三個頭 四個頭不只 那您那是什麼呢 你是幾個頭啊 也很多個頭 我會這樣講 因為我剛好很奇怪 我忘了是在 我應該在北京做了這個夢 有一天我突然夢到 我自己把我自己頭拿下來 踢在手上 然後就走路 走到一條我自己也不知道路 然後我跟我自己講說 我現在到底要去哪裡 我為什麼要把我自己拿在手上 你為什麼需要這麼多夢來保護自己呢 我回台灣的時候 我是帶了半個貨櫃的書 嗯 半個貨櫃就是那種卡購 說明家裡還是比較有錢 可以帶半貨櫃的書 所以 這其實有一種罪惡感 那一種特權 沒有沒有 有一種罪惡感 就是說 所以 當我在讀說這些 MAX啊 我讀這些的時候 那種階級差異 我想上次有跟你提過 就是說我奶貓嘛 然後他帶我的時候 其實同一個時間 他也生下他的女兒 然後原本應該是給他女兒喝的奶 看來就是餵養我 我 我走過那麼長 我知道這個世界 其實是走向一種更不確定的 所有的這種1789年的 那時候整個的 大理想啟蒙的這些東西 其實 一直煙消雲散嘛 就是馬克斯在講的這樣 一切兼顧的都煙消雲散 對 就基本上就是 所以 我是深刻體會到 就像我自己過往在國外的十年 然後 然後回到台灣那個地方之後 那種格格不入的那種狀態 就黑夜裡面的 眼睛閉上去以後的是 其實對於我們是蠻需要的 我說整個這種 背著這麼大的殼的這種姑娘來講 是蠻需要的 對於我們是蠻需要的 對於那種狀態的 就是這樣 對於你 自己有的 非常有煙的 對於我 對於你 我很容易做夢 我很容易睡覺 而且我很容易記住夢 所以我知道你是一個 不容易做夢的人 對 就是說 當有這樣很奇怪的特質人 跟剛好一個極端對立的人 坐在一起 他可以秀得出來那個味道 我不知道这是我自己制作多情 你说的很对 就是我们一部分很相似 一部分又非常之不相似 对对就是在这 就黑夜里面的眼睛闭上去以后的 是就是两个世界 我觉得我好像在拒绝黑夜那个部分 你不要啊 是可能拒绝一辈子的吗 一生吗 还是突然有一天就都变了 黑夜就自然袭来了 其实你也不想 不需要去想 其实就像刚才在渡口你在讲的 你就说你看看那么多的摩托车 你不觉得很奇妙吗 就是一个渡船里面 一个交通工具 载了又很多的交通工具 然后是每一个人的交通工具 每一个人坐在他的摩托车上 等着那个渡船从一个渡口 到另外一个渡口 另外一个渡船 之前没拍到 其实你何尝不是这个样子 嗯 黑夜其实也就是一个渡船啊 对 黑夜是渡船 一航船 就是那个谁的 张戴的一航船 我非常喜欢 傅乐拜的那一本情感教义 整部小说 它其实写一个被得者 环绕了三个女人之间的 这种情感的这种追寻 最后其实它是一个很挫败 很挫败的 你也不能讲它完全失败 但你也很难讲它这一辈子到底什么 但是最后结尾 它就跟它的青少年最好的朋友 两个人在总结 那段时间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间 最有趣的 傅乐拜的 它里面所有的话文动词 全部用一种话文非常特殊的一种格式 叫做过去未完成式 也就是过去一直持续在进行 也就是它时间不是一个单向的 而是一种折取的 就是你可以 可以缠到 可以你再折取过来 直接放成叫做未完成式 可是话文的意思是不完美 就是我们生命中总有好一些遗憾的 不完美的 未完成的 未尽的 你讲的无奈 我觉得是让人去重新去面对消失 其实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你去体会去生存的去接受 吃进去那种消失 然后你把它转化成你认为它没有消失 然后你希望它是你的记忆的一部分 所以我常在想 其实记忆并不是我们去回到过去去找 而是跟我相反的 是记忆回过来找我们 我觉得一般人都是误解 其实记忆在未来 如果是刚才说到三个世纪以来的启蒙传统 在瓦解吗 新的会是什么样子呢 我这样讲 可能会落入一种 被人家认为有一种太玄虚的 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是在一个 类似像文力复兴到 科学时代 那我们知道那个是一个重新发现希腊嘛 那重新也是一个大航海时代 发现美洲大陆 我们现在也是重新在寻找宇宙 是不是还有其他类似像我们的 也是一个重新发现新大陆 比如说病毒就让我们发现了 一个灰生命体 它怎么扰动 整个生命这种所谓的秩序 它可以干扰改造 颠覆 是一个新的翻译者 它把你的里面体系里面的那些编码 所有这些胡码 全部用它的语言来改造 就讲出一套我们不知道的语言 所以现在很多人在讲就是说 因为这次疫情 所以整个全世界的国家权力 变成局度膨胀 个人自由被缩减 我们现在完全以后面在看它 对 看它是自由叙事的困境 可是没有想到 其实它还带来另外一面的 除了黑暗之外 可能还有另外的 我们知道在英国瘟疫的时候 出现莎士比亚 瘟疫的时候出了牛顿 都一样的道理 所以明后我觉得一定会出现 非常很多巨大的 不管是文学作品 科学的发现 思想上面的创新 所以这里就是我刚刚讲的 病毒重新给我们另外一套 以马系统 这套以马系统 其实是开向未来的 一些新的钥匙 我是不是又讲得太夸大了 一些这样 真的有一些讲得太夸大 我们由个人的生命在扯到 我们各自里面有幽安的 这些不可说的这种扯动 我们现在不是从幽安 到了希望吗 等待那个希望吗 我的天啊 太厉害了 你这是什么 应该是过去的一个 雜货铺 应该是 哇 你们的光好漂亮 是啊 历史的微光 我让他们拍一张给你 替陈老师把这个光留下来 我留下来做纪念 谢谢 看得过去吗 不看一眼啊 可以过去吗 进不去 锁上了 锁上了 好可惜啊 我现在还是对那个光 真的 面念不忘 对啊 寻找那束光 不是你一生的主题吗 对啊 对啊 我一生一直就是 绕着它转 对啊 新LS 光而不耀 腾讯会议 会开会 对啊 对啊 没错 好 不过你可以看 你也知道很多我們這個年歲的人 結婚都不願意生小孩 然後你知道他們怎麼形容我 就又結婚又生小孩 他說我們很失望 他們說你的時候 你怎麼回答他們呢 我說你們不懂 我到現在還會 跟很多現在正在熱戀的那種男女 我說趕快生小孩 你如果沒有生小孩 搞不好你很快的 你們就會 因為我覺得你竟然有了婚姻 有了家了 那如果要讓這個家更穩固的話 那你就要去承受 那個你不得不要接受的那個 另外一個的生命的來臨